你见过哪个军旅题材的电视剧 移上来就玩三角恋的吗 你见过军队生活比偶像剧还要狗血的剧情吗 你见过当兵光靠运气就能升职的影视作品吗 如果都没有 那你可来着了 今天要说的这部王牌不对 一部剧就带给你以上所有体验 准备好了吗 第一集刚开始 就是一个新兵站台集合 整队即将奔赴军营的场面 但这一火车的新兵 为啥连一个送行的亲友都没有呢 这里肯定有人要说了 一定是亲友们被要求在站台外不允许破坏纪律 可不是嘛 这破坏纪律的不说来又来了吗 只见单单白露一个人 在一水的南兵站台里 那鹤里鸡群的他就跑出来了 不但在一众南兵当中 左顾右盼地寻找着男主角小顾同志 而且还在众路睽睽之下质问对方 你要大哥还是要我 你不爱我了 我故意了呀编剧大哥 你忘了自己设定的是八十年代的背景 那时候的爱情 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朗朗乾坤之下 众目睽睽之下 问这么猛的花样 这个花样是在当年 都对猫小树林里说吧 我要是男主 我都得害羞的一个猛的扎铁轨上 但我们的男主和我想的恰恰相反 不但温柔的又摸头又拥包 而且旁边的气氛组也是相当的给力 这负责指挥的又是谁呀 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好样的 歌唱很精彩 你们以为隔着眼睛人生羽萌萌呢 编剧大哥 你轻轻一点 你以为这就干完了 宝贝你还是太年轻了 随后火车到站 咱们的女主 对 这才是女主 竟然偷偷从大部队溜出来 跑去洗脸了 洗脸不算什么新鲜事 毕竟是男主说的一样 我车开了两天两夜了 小姑娘洗个脸 很正常 但是 我要说的是你呀大哥 你咋连个报告都不打 就自作主张跑去助人为乐呢 同志 你们在找一个女兵吗 我替你们去找 导演你就说 这转身家立正的步伐 咋有必要吗 大哥不必啊 我当时的内心 就和旁边这个小哥是一样的 这个同志 你说哪里啊 这个同志 往女兵那边跑了 你们又管管了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旁边的女兵们 瞬间集体变成小迷妹 我才看出来了 这一火车的女兵 一定是从21世纪穿约过去的 编剧老师 真的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之后的发展 就是你能想到这套路了 不但爱情来了 那还是套三角的呀 作为我 一个母胎搜了20多年 还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倒也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 但 你要么就像当年幸福 像花儿一样 以80年代军区大院为生活背景 来谈感情和生活的日常 要么就像当年的士兵突击一样 专注新兵到军队后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成长 好歹咱也得有一个重点 是可以从头贯穿到结尾的呀 你这上来练也没练明白 这仗也没打明白 啥都想要可还行 一口气看到八级的同学 你们是怎么看的 能不能教教我呀 前一秒还在谈恋爱 下一秒又要参加演习了 而且还就真的跟闹着玩似的 一群新兵刚下火车就强行卷入了军事演习 那后面就更扯了 主角团被对方小队包围了 结果呢 男主高粱偷了一颗直手榴弹引爆了 对方很生气 就直接把他们放走了 咋的 这编不下去了是吧 编剧说主角能解脱包围 那就直接放人 就连理由都不找了 之后的信号弹也是 准备好的枪是哑弹 得靠主角不经意的一枪扭转战局 本来他们这么闹是要被退兵的 但是呢 好巧不巧 高粱在河边散步认识了师长 不但一箭如故相谈身还 而且师长还对这个新兵格外赏识 你要是觉得这些巧合太过了 后面还有呢 女主其实是师长13多年的女儿 没想到吗 总之这部剧我看到现在 主角的成长没看到多励志 这一路开挂 我是真无语 编剧大哥 要不咱还是回去多看几遍士兵突击吧 真的 毕竟浮夸悬浮的军女生活 和真正军人的坚信成长 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新剧开播 并且一夜播放就能撞到1.7的电视剧 刚开始我还是很期待的 并且剧中浮化道老师们的努力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 比如一号男主手上戴着的 80年代全国统一款式的松紧表带手表 窗户很小 跑起来呼呼响 还冒着白烟的绿皮火车 还有具有年代感的老式军装等等 但 慢慢我就发现 这些硬件道具虽然很走心 但是这个剧情也太不走心 太有人疑惑了吧 我也理解 现在电视剧吧 他选了一个好题材 为了市场 为了银行观众 上到剧本导演 下到演员 都付出了努力 嗯 努力 但是吧 咱也不能太贪心 家国情怀你要 儿女情长你也要 咸宠市长你还想要 就连那只成长你也不放过 虽然也没成长明白 那这最后拍出来 这不就是个四不像吗 做人可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一部好剧 内核真的太关键了 既然这剧名略到王牌部队了 希望后面的剧情啊 狮王打造一只 坚韧不拔 势不可挡 浴血奋战的精英集体的方向走 那些情爱啥的 适当解决就可以了 你说呢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